高雄市長韓國瑜月底將要到大陸訪問 傳出中國要送兩隻貓熊給高雄 韓國瑜則表示 貓熊能不能夠成功的進駐 需要徵求高雄市議會的意見 拿起竹葉開心的吃著 這是台北市立動物園的貓熊團團 十一年前從大陸來台灣後 人氣一直很高 未來想看貓熊 高雄壽山動物園也有機會 高雄市觀光局長潘恆旭 這星期日證實 在中國大陸重慶市台聯會的穿針引線下 重慶動物園打算送兩隻 年約七歲跟八歲的貓熊給高雄 國家林業局他要授權重慶動物園 再來是高雄的壽山動物園 要成立熊貓小組 再來是高雄的市議會要同意 我們接受大陸的熊貓 所以他其實還有一段路要走 非常感謝 就是我們等於是台灣籍的這些代表 提出這樣子 希望贈一對熊貓進了高雄來 我還是要爭取一下市議會的意見 觀光局表示 後續還有貓熊檢疫 居住設備提升及農委會審核等問題要克服 預估年底前都無法讓貓熊成功進駐 尤其以過去木炸動物園的經驗 改造貓熊居住的場館預估三億元 而餐費一年也要好幾百萬 避免增加財政負擔 也得想辦法找企業贊助 當然是很期待 這是對高雄市民是一個很 很能夠振奮人心的事情 是否放行貓熊農委會回應得等壽山動物園計畫書送達後審核才能確定 不過陸委會則表示兩岸各項交流只要沒有任何政治前提政府都正面看待 需要協助會提供可以尋過去台北動物園的模式來處理 記者王廣田許正俊高雄報導